大家好,我是电子溜滑群硕站长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Word2010具体的录制及使用 现在先打开Word档 在这个测验题复档中 你可以看到它总共有12个单元 1385题 我们要看整个文件的架构 建议使用上方工具列的检视功能窗格 就是在这个上方检视 看一下还有功能窗格这里把它打勾 马上你就可以在左边这边看到导览视窗 可以在这边在这个最上最高阶层 标题1可以看到年度考题 标题2可以看到考试的种类 标题3可以看到测验题 也可以在滑鼠按右键 可以在显示标题层可以显示标题1 你可以把它展开 再展开 也可以在这边显示测验题的答案 第一题 第二题 答案是D 第三题 答案是A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录制的工作是要把答案显示 ABCD全部恢复本来的颜色 如果你按照传统方式是要在这个答案里面 记得要把它涂上颜色 一个一个一个的涂上颜色 非常浪费时间 如果你要全部一次把它涂上颜色 我们就可以用聚集的功能 用一个按键几秒钟的时间 把1500多题全部恢复原来的颜色 现在我们把它复原回来 开始入室聚集 我们现在按点式聚集 总录制聚集 开始 我们可以在这个聚集这边名称 把它打上名称 我们可以把它用在 存在你的普通的文件中 然后也可以按按钮 设置按钮后就是像上方这个一样 可以放在上方公区列 我们也可以用快速键 就是按键盘 然后按 我们把它设定为Ctrl5 就是键盘 Ctrl加上5 好 记得要按指定 再按关闭 现在我们有看到一个小小的录音带 这就是开始在录聚集了 我们录聚集是要用取代 用常用 取代 我们在这个测印体时 标题3 就是它的目标 在这里用滑鼠点下 它的目标是 A 最好是用大小写相符 它的格式是在样式 是标题3 确定 那要取代呢 是取代A 那它的格式要取代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样式 样式标题3 那它我们要把它变为原来的颜色 那你就用字形 跟颜色 那我们就要选一个本来的颜色 应该是这个颜色 好 按确定 按确定 然后 我们就可以用全部取代 看已经完成了520项 再来 再取代B 再按全部取代 再按C 再按全部取代 又取代了420项 再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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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 全部取代 哇 我们这样已经把所有的颜色都涂上了 好 记得要按关闭 这样就入了 还要把句集给停止 这样就入完了 我们现在要来执行看看 以后任何一个文件只要我们按那个句集的指令就可以自己涂上颜色 好 我们现在再来打开另外一个档 来 来 我们来涂上颜色 看看 好 我们现在选择 综合法学 好 状法学 本来是没有 都没有 答案 我们现在按上我们的键盘 Ctrl5 你看 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哇 它已经陆续取代掉 它已经完全取代了 好 这样就 我们就已经成功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另外用执行聚集的方法 执行聚集的话就是在上方的使用工具快取工具列 那它的方法是怎样 就是我们在这个工具列 上方 按 右键 然后我们要自定的快取工具列 我们可以在这边 可以看到 在开发人员所引标签 这边有一个 哦 剧集 简式剧集 我们可以新增到我们的工具列 因为我已经有新增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才确定 那你就会发现它就在这里 好 开始我们刚的 是换色 也是可以在这边执行 相同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它已经取代成颜色了 那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 拜拜